俄羅斯最近發生了一起戰機墜毀事件 導致不少平民身亡 不過現在有人卻傳出了 原因就是因為中國來的晶片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等一下看到透過這張圖片 可以看到在平民公寓出現了一大團火花 原來是10月17號的時候 俄羅斯的蘇三四飛行訓練 意外的墜毀在平民公寓 釀成了眾多平民死傷 那麼這件事情也在俄羅斯廣受討論 俄羅斯的媒體就直接說了 他們引述了匿名人士的消息 他們說陸進口的晶片 大約是故障率2% 但是在開戰之後 俄羅斯工廠就面臨了40%的故障率 所以是提高了20倍 那麼在戰爭之後 供應鏈整個都已經大亂了 那麼非正式管道取得了晶片 他們現在故障率又有4成左右 但是他們因為是非法取得的 所以申訴無門 那麼沒有正式的管道可以申訴 只能吃悶虧 真的是這樣嗎 現在中國網友聽到之後 尤其是挺烏克蘭的就說 拜託你們不要甩鍋給中國 中國報也講了 如果40%的故障率晶片 真的來自中國產品 那麼現在也在考驗兩國的無限友誼 看來兩國都還沒有承認這樣的消息 不過網友似乎已經先開戰了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